要美丽,你敢挑战带7的枪械吃鸡吗? 就这,难度还不够啊,长官大人 不就是挑战带数字7的枪械吃鸡吗? 那能装7.62子弹的武器,好像都符合吧 你瞧瞧,RFK47就带有7,这不就符合任务要求了吗? nice,还有三机甲,开局很不错哦,就是要吃鸡啊 哦耶,咋的了,你还不信是吧? 看我再去捡个信号枪给你瞧瞧 哇,还将来信号枪了 我这是什么新鲜运气啊? 只是,你们知道超级空投里面有什么武器是带数字7的吗? 能能能,RFK472猛男枪也来报答啦 才刚落地没多久就神装到齐 这样还不值得 我还对得起我百万要加之马 啊,慢着,有车辆靠近 真是抱歉 刚见面见跟你说再见咯 哎,轻松搞定 怎么样,这把被称为小妹扣的RMK47还不赖吧 接下来是时候去防飞我的信号枪 召唤我的超级空投喽 接下来,热乎乎的信号枪来咯 什么情况,刚才明明显示是超级空投箱啊 怎么变成逃乱车了 难道是在开枪的过程中缩圈了 兄弟们,你们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我真的要哭了呀 不过,在我印象中 超级空投里好像是没有带数字漆的武器的 既然如此 那就开着这蟑螂车你压成场吧 哼,还敢光天化日碰瓷到我这了 只可惜,AWM不带期 不符合任务要求 注定了这般若无缘了 群着枪声,我来到了P虫 P虫小霸王教导 虾兵蟹将统统闪开 怎么样,我看你们下次 还有谁敢在P虫捣乱 包括总监,前方发现空投 都选择当浮地魔了 还不好好趴着 以为穿个吉利服 我就看不到你了吗 此时的决赛车非常空旷 而我这扛走的蟑螂车 可以说是最佳移动连体了 小凯们,你们知道这辆车 能扛住多少发子弹吗 变空过后,场上只剩下四名敌人了 还有等等,数后看到一个 OK,搞定 再来一发秘制手雷 抬走 随格,我迅速转移至决赛车的 至高点 根据所掌握的信息 我所在的房区没有敌人 那剩余两名敌人一定在其他房区躲着 这个时候,看我用三位真火 把你们都给逼出来 火烧屁股的滋味不好受吧 还有最后一个小可 再不出来,就要火烧屁肥了哟 嘘,他要出来了 成功去机 挑战只用带数字7的抢血之间 任务完成 下次任务,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敬请下答哦